我是电影爱好者 我是电影爱好者 看到我兄弟急急忙忙的我问 为什么你穿衣服穿的这么快 甚至于你的衬衫穿反了 如果我不提醒你的话 我没有时间回答你了 还有半小时电影就上映了 但是我们家里电影院的距离 不超过二百米 走路两三分钟就到了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剧中 意味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等 在口语中较长容 其后出现的名词句 做状态状语 兄弟你怎么了 我怎么看你愁眉不展呢 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就好像今天是过节或有喜事一样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干嘛这么看着我呢 而是我担心做不到前排的作为 我认为如果你引幕远一点的话 勇气的按照片 比我动很厉害 可以看得更清楚 看来你没懂我的话 前排座位的意思 是观看电影的最佳座位 观众都争着要离舞台近的座位 如果是在观看戏剧的话 感谢你告诉我这些信息 但是你忘记了电影院旁边就是光弹店了吗 在那里有你喜欢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新电影 是什么阻止你购买电影光盘 我指的是DVD光盘 你在家里的电视上观看 这样可以让你的身体得到放松 增加观看电影的乐趣 而且你可以多次观看这部电影 在任何你想看的时间看 你别用废话耽搁我了 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吧 这样可以更清楚的解释 你观点的不当之处 在电影院观看任何艺术作品 在电影院观看任何艺术作品 能让你拥有丰富的美妙的 身临其境的感觉 还可以和他人分享 你的话适用于呈现给人们观看的任何作品 甚至是在马戏团 在电影院观看和在电视眼幕前看 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去电影院 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去电影院 那我现在走了 等我回来后 我们再讨论这个话题 一来离开 再见 在晚上 兄弟开心的回来了 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电影之一 因为导演 制片人好 特效好 演员吗 我对演员不感兴趣 你快告诉我 在电影院看电影 和在电视屏幕前看的区别 或许现代电影 放映机 拥有更强大的技术能力 我看一看 此话怎讲 电影院的扩音器很棒 他为你提供来自四面八方的立体商 里面的灯光有身临其境之感 但是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 两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 会使身体精疲力尽 我认为这会降低愉悦感 因此电影院的座位 必须柔软舒适 你忘了必须要有伙伴陪同 开玩笑 而是女伴 大黑看大笑 也许电影院更适合像这种见面 特别当电影 特别当电影无聊的时候 今天你急匆匆的去看电影 是为什么 它是精彩 还是无聊 放映电影时 我没有女伴 所以电影 所以电影 付无聊 现在我要告辞了 我要去付晚宴 那里有好吃美味的食物 我觉得比你的电影精彩多了 大黑看大笑哈哈哈哈 是为吃饭还是为女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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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